三年扶贫工作即将结束 我们真的舍不得他走 我们生活是越来越好 而吴经理的北伐却越来越多 真心的希望吴经理能留下来 让他继续带领我们自负奔康 如果不能留下工作 我们也真情希望公司 能给吴经理奖励或提拔 南某镇张乌川川明委员会 川干部谢雄雄 郭秀宏 谢丁秀 刘洪洲 贫困副 王四妹 郭一娟 曾三里 刘胜中 2019年春节干过 吴建辉第一次看到 韶关南雄市张乌村村民 集体写下的这封挽留信 看了以后很感动 他们也把我说得太好 毕竟这三年的付出 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还是挺开心的 当时是这么想 2016年5月8日 下班前的一个电话 让52岁的吴建辉 着实开心不起来 原本在保五集团 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原招待所担任副总经理 工作顺手顺心顺意 组织部门一个通知 突然被公司选派为 驻南雄市南母镇张乌村 驻村工作队队长 叫我第二天答复 这个年纪念 我觉得还是很意外的 一般到农村里面去 都是显用一些年轻人 作为锻炼培养 恰在此时 吴建辉答应女儿 去四川音乐学院 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中风的父亲 常年由吴建辉照料 吴建辉心里 一百个不情愿 暂时我是一口就拒绝的 组织还是让我到办公室 跟我进行是相谈 我们对这个人应该是比较苛刻 不在乎年龄的问题 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还要有一定的经营能力 吴经理他搞过招待所 不管在什么岗位 交给他的任务 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去做好这些事情 作为一名老党员 吴建辉接受了组织安排 让远在珠海工作的妹妹 赶回韶关照顾父亲 5月4号结定 11号的时候 就来到张乌村 很参促 刚到张乌村 吴建辉被安排住在 村委的一间空房子里 但是这边摆着一幅床 窗口边这个地方就摆着一张办公桌 窗口看到但是连这个玻璃也没有 搞点纸皮钉一钉 讲究这么过吧 刚刚进入前期摸底 吴建辉就尝到了帮扶工作的不意 这一次是说到了精准两个字 是有一套扶贫软件的系统 凭护负个人的信息几十种 每天每家每夫妻合 拿住户口本 身份证 银行存折 利保卡 伤疾症等等这些资料 全部要拍摄 超选 在录制系统里面去进行比对 像我这个年龄的电脑操作 幅度跟年轻人来比 那是没办法 白天去入户都是一个人 晚上我们到办公室 想商量一些事情 或者比对一些东西的时候 都没有人帮你 讲白了也曾经掉了一块 出一点不是这个沟 不就全部堵满了 人生地不熟 最难进入的是人心 他们老是跟我讲 搞扶贫的就是嘟嘟经 然后回去就提拔了 征求他意见的时候 他是不理你的 不信任 贫困户李军群 自打一见面 就让吴建辉多次碰壁 这副人家是最困难的一副 他就用当地话说我 我也听不懂 反正我就知道 他就是不愿意理我 一次不行两次 两次不行三次 不告诉我你家的情况 那么我就没办法帮你 后面我才知道 他为什么不愿意跟我沟通的 李军群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 家里有两个在读书的女儿 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妻子犯病时有暴力倾向 为防止伤人 李军群常年将妻子锁在房间里 我爸不管他 他就会出来 这里晒太阳啊 看着有东西 他会丢下去 就怕砸到后面那家的 那几个小孩子 李军群多次向政府申请 把妻子送到专科医院 一直没能解决 他当时提出 你想把我的工作做好 先把我爱人送过去 其实政府是愿意送他去的 治疗期间这个费用是免费的 住宿费用 伙食费用 这个要他本人承担 就一个月四百多块钱 他没有这个能力承担 政府又没有这一块开支 工作迟迟无法推进 吴建辉决定自己掏腰包 先打开李军群的心结 七月份的时候 就把他爱人送到 乐餐的专科医院去进行治疗 一定要先把他爱人送走 他就可以放下这个包袱 可以有心去干活 老是卡在那个费用方面 你任何工作是没办法开展的 一户户走访 一户户打开心结 吴建辉奔波在张乌村的村道上 草帽 魂箭带 一辆破旧的摩托车 是他的标配 刚开始我是自己开车来 不方便 我在路上被碰到一些龙户 停下车来跟他沟通 后面我就改用摩托车 碰到一些龙户啊 水池都会停下来 那这样子就很方便 他是陈阁长 陈刘牧吧 被城镇厅部调过来 服务工作的 陈刘牧 1990年8月 出生于广东省陆河县一个山村 大学毕业两年后 考入深圳市委统战部 现为干部处八级职员 自2016年5月起至今 任深圳市委统战部 驻汕尾东二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接到通知就相当于打仗一样 立马就来了 来之前只知道东二村 是洪海湾靠海的一个村庄 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 报到当天 在对口帮扶对街座谈会上 陈刘牧立马感受到了 东二村的不太一样 东二村曾是典型的问题村 2005年曾发生影响恶劣的群体事件 东周事件 2015年又因姓氏祠堂问题 引发20多人上访事件 村内矛盾多 维稳压力大 党组织软弱涣散 威望不足 洪海湾的管委会书记就跟我说 你来这三年 不求你干出什么大的成绩 只要没有什么群体性事件发生就可以了 维稳为主 他还特意交代了我们的派出所的所长 要保障我三年里的人身安全 一开始还是会感觉到恐慌 但是也有一股劲吧 就是还是想把事情做好 扶贫也好 为村里做点食事也好 就是那个冲劲 是一直支撑着我来的一个信念 当时因为祠堂的事件 有一些群众之间是有意见的 我们的党界工作的切入点 想着立马把关注的焦点给转移了 把民心重新系在一起 住村后 陈六慕第一时间带领村两委干部 走遍村庄角落 通过入户访谈 召开党员座谈会等形式 找到大家共同利益最大的公约数 从最迫切解决的民生项目 作为切入口 东周中学门前的十字路口 是东二村的门户 乃至是东周街道的门户 2016年以前 这个十字路口 除了两条路以外 路两边都是坑坑洼洼的 既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也不美观 十字路口改造项目挖掘机一栋 就有两户村民找上门来了 对已经征收的土地 两户村民违法搭建红砖建筑物 维护权益 多年博取赔偿 很多村民跟着纷纷围权 说吵到我睡觉 要几根烟绸 要点小补贴 陈六慕严格坚守底线 杜绝破窗效应 率领村干部 上门对其做出 无理取闹者 列入村黑名单 以后到村办事困难的警告 成功化解阻挠 我敢骂他们的 假如你第一个 无理取闹的诉求 我们满足了 那立马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这个就叫破窗效应 开展项目的时候 都把这种不合理的诉求 彻彻底底地堵住 东周中学十字路口 投入了30.3万元 完成改造 半年不到 陈六慕带领村梁委 完成了十字路口 安全隐患整治 路丁建设 污水沟整治 断头路打通等 一批民生项目建设 成功将村民关注焦点 转移到建设发展上 《中文只好知识》 看来 你看哦 这样都多漂亮啊 哦 你看哦 这全部都是实际的功劳 大年人家被人家 祈祷 任何的土地 那些人在学校 变成功 国民党一定是这样的 就没有手机去中国人家 网民政府来 人家就凶事 出条街 和父亲说 人家就靠这个厕所 不防那些厕所 拍客 走走 去过望童子 每天傍晚附近村庄的青年人 都跑来东二村打篮球 到了周末更是人气旺盛 建设北门党建文化广场 在项目推进中 一块面积一千二百平米的土地存争议 一部分为宗族整体所有 一部分为村民私人所有 界限不明 财政资金不能用于买地 项目一度面临烂尾 刚好中间有八百平村民的宅基地 一个姓郑的村民 八百平方从这里起 到那边就四十米 可能篮球场一半过后 从这里就二十米 当时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来去推进这个党建文化广场的建设 在协调宗族理事会无偿捐献基础上 组织联系街道村老党员老干部 对私人所有的部分土地八百平米予以确权 为了广场能建成 陈柳木提出了一个思路 并拍板承诺一定解决资金 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签合同之后 先建设后买地的一个想法 我说可以 我很相信陈国长 反正你去搞 搞好有钱就方法 多少钱就多少钱 通过我们单位 自筹的帮扶资金 筹了三十五万 价格也是 从国长说的 他说多少就多了多少了 实际上的价格要两百四十万左右 做好十个月之后 差不多一年才来玩 我很高兴 没有什么遗憾 我很感谢他为我们东州人民 建设那么漂亮 2017年7月 随着建档立卡工作的逐步完善 吴建辉设定了进一步工作的靶心 推荐微房改造 七月份有指标下来 但是有十一副指标 很多村里面都不愿意接这个指标 国家在微房改造 有四万三千五的一个支撑 要求贫困富先自行支付 但是我心里面已经定下了 就是要向公司来申请这笔专项的资金 我们每付都给了一万块钱给他 首先解决七副微房改造 向公司申请专项资金 每户一万元就是七万元 吴建辉当时心里也没谱 李军群家被列入第一批微房改造户 改新房在李军群看来想都不敢想 他一直在打退堂鼓 吴建辉决定用个人担保的方式 为李军群解决建材和施工费用 2017年春节前 李军群一家就搬进了新房 2016年暑假 李军群的女儿李军红初一还没读完 就想外出打工 家里经济比较困难 打工也是三四千 不是名校出去工作也是三四千 觉得无所谓的那种的 以前也很努力学习的 在帮你的话能排名前十 李军群被吴建辉苦口婆心劝住 据说说我们所付出的劳动有点所值吧 到了初中毕业 吴建辉亲自送李军群到韶关的一所技术学校 选择了热门的诱诗专业 建房 修路 助学 吴建辉把扶贫工作一步步做得扎实 隔阂渐渐消除 张乌村人人知道 新来的吴经理靠得住 你爸是我最放心的 在那可以很干 有的有七百公斤多万 那可以七百公斤 今天几买卖多少钱 二十啊 一万四啊 一万四啊 今天发生大风收啊 三百多金一百 我来来跟郭秀红说叫他留点那个赛官的发生给我 我拿点给你 不用我叫他留点 计划是明天早上发那个鸡苗 明天是要发那个鸡苗 明天上午领鸡苗 明天上午要发那个鸡苗 把那个钱物拿去榨完有了 没有了 你说你需要 我就顺便就在一户人家一起买它 多少钱你到时候微信发给我就行了 没关系的 节假日 吴建辉每次回韶关前 都会打电话给亲戚朋友 推销些土鸡蛋 花生油之类的农服产品 今天就带这一户人家 其他人的话还有些还没占 吴建辉将采购范围锁定在贫困户家的农产品中 一来二去做起了带货书记 二 三 七 八 九 好 一千块 五十斤一千块钱 二十块钱一斤 两板鸡蛋 把钱给你 先拿给你 好 那天气是有那个鸡蛋 很少 最延时的一种代购款式 但是没有消费普遍 作为农民的本质就是重要 但是他们最怕的就是销路 那么销出这些的过程当中 还要把这个价钱 还要提高 零星带货 显然不止长久之际 吴建辉考虑最多的 还是怎样发展产业 2015年 张乌村村 村集体收入只有2.3万元 产业发展缺乏资金 好在韶光钢铁有钱公司 每年会拨付一笔 扶贫资金的投入 这些资金怎么用 怎么用才能又稳又准 从17年底 我就引进了这个龙潭米业公司 来跟龙库签订 米香帐的种植 因为米香帐是一种优质水道 它的产量不高 但是价钱高 龙潭米业就高于市面上 5分钱的价格 收购平分户的稻股 接近2块钱 在调查这样子的茶叶 品质是最好的 也是最贵的 这种就叫一叶一羊 这里面准备种植的是1万某茶叶 茶叶也是说 他南某镇的一个植株产业 公司每年其实要大量的采购茶叶 供应给岗位 这几年我们都发放茶叶苗给它种植 每一户人家种到都是一某多两某 种茶 吴建辉让公司领导看到了前景 就在18年的7月1号 投资了一百万资金 种植了一百三十七某茶叶 委托商业商业进行经营管理 那么他每年给我们村基地的收入 八万五千块钱 就是村基地的产业的第一批收入 给我的信心就很强 2020年6月7日 台风鹦鹉袭击月东扇尾 暴雨下了一天一夜 今天的主题就是还是防信跟扶贫项目的一个结合 南瓜进了多少 七八五吧 郑进觉得先帮他给收了 我们下来帮他排好一个东西来收 到辣了这个 都烂了 雨泡坏了 下太大雨了 排水排不及 下一季春季要种的话 这个还是得控制规模 包括争取在早瓜之前 就要把它收了 把这折折 这折折 郑郑杰家有一亩多地 还向其他村民借地以种菜为生 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收入了 老师,今天收了多少钱一斤 665斤 就1块8一斤 总共是1197块钱 爸,我们有钱了 一车收了一千多块钱了 我跟我爸和我妈算一下 大概农药5900 今年应该是算了一点点 真的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小小年纪 基本上家里的账目都是他来过的 你刚好拿钱就是我跟我爸一起去拿 郑俊杰一家四口 挤在35平方的一层平方里 下雨啊,做台风啊 要拿东西很不方便 这张床三个人一起睡的 我妈,我和我妹 不急 大概有相差这么多 你再大一点才大 大点 拿那个草席睡在地上 就烂了 烂了 很多都 这里还是烂的 以前就跟他睡 晚上睡的话就要动的 就要踢人的 我就是怕踢到他的脚 然后就麻烦了 我爸他的眼睛就是先天性的 他本来是要带2000度的嘛 他2000度带上去要投影嘛 现在就是1500度 我妈妈骨质生生 这个玩下去了 做久了 他就站不直 红海湾 位于广东省善美市沿海 一个半封闭的海关 海水湛蓝洁净 水产丰富 海产品肉质结实弹牙 口感清爽脆甜 这里面有钢败 有虾米 有萝卜缸 还有大蒜 辣椒 船头家海产品 原本只是小作坊 要7年的时候 这些围房全部都是浪的 水泥都要发掉了 出经的问题 你情态都容易经不起 一个人就是黑妈妈的在这里 住在这里 撑着这个厂 从刘墨实际 他是上门来这里找外门的 就支持了50万 一年给他4万块 贫困分红 我很感恩 但是从书记 他为我争取得好的好的 团头家对我们来说 就是独角兽的 很难能可贵的一个企业 红海湾旅游景区 他每年是有一百万的游客 船头家的海产品 能够打造成里游的特色产品的话 小一点是成了 红海湾的一个品牌 大一点成为了 汕尾市的一个品牌 乃至一个广东省的 龙头企业的话 上百号员工可能就需要了 他就能带动很多就业 船头家列为精准扶贫项目后 一共投入帮扶资金一百万元 在陈柳木的指导下 船头家开展商标注册 生产许可证申请 包装升级 规章制度修订等系列工作 成功实现向现代化企业转变 陈柳木热心组织船头家 参加高端食材展 拓宽销路 扩大品牌影响力 指导他们申报省级一村一品 致力于打造能代表红海湾 乃至善伪特色的产品 贫困户陈塞花 一个人带着三个孙子孙女生活 陈塞花大孙子 吴绵销左腿先天畸形 足内翻 出生后父母即逼去 由于出生证明材料不足 吴绵销到了八岁还没有户口 上学年龄没有学籍 只能旁听 也办不了低保残疾症 陈柳木上门走访 后立马着手帮忙办理入户 先后多次协调当地公安 卫纪扶贫 卫生院等部门 入户被卡住了 陈柳木想出一个办法 通过DNA检测 确认婆孙两人血缘关系 吴绵销悬而未决的户口问题 终于解决 陈柳木帮忙联系 民建深圳市委会及深圳保安人民医院 他亲自开车送吴绵销到深圳 做免费矫正手术 左边这个就是手术前 右边这个手术后 通过设置公益性就业岗位 陈赛花成了村里保洁员 每个月能领到两千多元工资 奶奶辛苦 天天工作赚钱给我们吃 长大以后我要报答奶奶 给她钱给她买东西吃 给她穿得好 我长大的时候要去赚工钱 来喂养这个家 东二村进海 补鱼收入比耕地来得更直接 今天补鱼 今天就有收入 年轻人都到大城市打工去了 2016年以前 东二村土地撂荒很严重 村里超过两百亩 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撂荒 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上我村干部 去走访了五户种植大户 我问他们 你愿不愿意在大规模的种植 他们就打扶我了 大规模的种植 他们是没这个经历 它是种地比较辛苦 两个月三个月乃至四个月 才能够在一亩三分地里面 转化成收入 村良委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 按照我们的土地管理法 料荒超过两年以上的 村委集体要收回的 村民们有意愿自己种的 我帮你把地打好 你自己来种 假如你不种 村集体就要先借来种了 村民代表都对这个方案 是表示很支持 统一来耕种 必然会把田梗全部都统一打掉 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 土地边界的问题 陈刘牧创新了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使用无人机航拍确权 现在的航拍技术很发达的 很高清的 我们一拍 田梗在哪里面积是多少 大家都一清二楚 合作社或者村委 还可以给你出证明 就证明我借用你土地 将近两百亩土地的复耕 是很顺畅的 包括扇尾有些地方的 沿用我们这种模式 平空户来种 我们出种子发肥 如果是欠收了 种子和发肥的钱 是不用平空户来还的 如果是丰收了 我们再来跟平空户底掉成本 我们还采取了一块八的一个 保底收购 平空户才有了底气去种 专注种一种大规模种植 这个才是农民的出路 通过以奖代补 他有一笔收入 通过教育补贴 他有一些收入 通过帮扶给他解决一些 村委这里再解决一点 多方凑起来 主要靠他自己的努力 吴建辉在心里 磨了很久的一个想法 要把村里的农副产品 带进娘家 有着九千多在职员工 三万多常住人口的 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直到2018年12月 国家推出精准扶贫 创新措施 消费扶贫 对我来说 也可说拿到一个上方保健吧 从农副收购的是一块九 市面上去年收购的是一块八毛五 就是我们五分钱 是多给贫困负的 从我们张无村拿到这边 每一吨是一百六十块钱 专卸费用一百二十块钱一吨 销售出去 有三块钱是必须给到村集体的 19年的中秋的时候 采购了我们合作的第一批大饼 将近一万宝 给村集体的收入 就差不多达到了将近一万九千块钱 非常感谢扫干 也就感谢梁家吧 没有坚强后动做支撑 我再怎么奔 再怎么跑 都无记无事 产业帮扶走上正轨 2018年5月 吴建辉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改善 搬到镇政府一间空置的档案室 那是上年用手洗过衣服 仿佛又回到二十几年前 单身汉的生活那种 到了2019年5月 第一轮精准扶贫将告一段落 住村干部们将迎来一轮大规模的轮换 18年的10月份 开始进入考核的时候 就要求各帮扶单位 要陆续地做好帮扶责任人的轮换工作 吴建辉左等右等 没有等来保五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钱公司 派人轮换的消息 有点着急了 真的很累 我当时来的时候还没相信了这么多悲话 也那个头也没这么刮 也是这个时候 来自贫困户的投诉 让他寒了心 你们老师打着说 我是扶贫富那个旗 但是我确实得到了那些福利 你们扶到了我没有 请你明确告诉是什么东西 公司以后你没有 我说是哪个公司 你肯定所以说是没有的 我也不想怎么去 那个怎么说的 那我请问你 你小孩读书每年三千块钱你拿到没有 我们单位每年给你春节慰问 你东西拿到没有 你的务工奖补 你拿到没有 这些你都没有拿到 你可以随时去上班 你就道听途说的听人家讲 威房改造每人有一万块钱 这个钱没给他 这不是漏了 或者说我们把它挪用了 那这一万块钱不是每个评分副都有的 你们家不属于威房改造 那你这个是没有一万块钱享受的 吴建辉自任帮扶最多的李军群 也把吴建辉弃个够呛 我说把她的名字弃掉扶贫 就不要给她满意 但她这么没了解 有什么用这个角度 她姐夫常常喝酒 自威方式 行为准则 她是没办法跟我们自威一样的 喝酒经常摔破头也有 半夜打电话骚扰我也有 甚至打电话给我们董事长也有 你周末都不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你喝那么多酒干啥呢 村里面40多富贫困富 照顾最多的是你 考虑的最多也是你 我照顾我父亲 都没有像照顾你这么细 我说我在扫岗干得好好的 根本回到来这边受气 找着打死我都不来 2019年春节前 趁着回公司汇报工作 吴建辉找领导打探轮换的消息 没想到领导取出了一封信 几十户这些贫困富 上我们村委会反映这个意见 我们村委会在上政府反映这个意见 最后那些村民就写那个网留信 欠网名拿上来叫我们替上去玩 吴经理除非是退休他就没办法 不退休的话还是不要走 在村委会这里 附近找个典型盖一个小房子 他说在这个退休要骂我 第一个啥不得你走 既然村民要挽留他 那我们也下天心就不想让他回来了 村民有这个医院组织也信任过 那我就继续留下来吧 2019年5月 新一轮住村扶贫干部继续选派 三年期满 我原本是19年5月份就彻底回去了 2019年10月24结婚 结了婚之后 也想着有回去的想法 两个星期才回去一趟 有时候两个星期都没回去嘛 他对我还是蛮理解 当爸爸没有 还没 天天这样子人都见不到 怎么能用啊 但会考虑到我对这边的工作比较熟悉 为了保持扶贫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 就继续让我来 我们也是舍不得他走 希望他也是留下来 帮东二村做更多的共享 向你学习啊 2019年5月起 陈刘牧兼任驻村第一书记 党性高啊 黄俊诚的父亲身体有残疾 没有劳动能力 高考前 母亲因尿毒症去世了 2018年9月 黄俊诚考上中山大学后 学杂费 生活费成了很大的难题 陈刘牧实际主动教我 微信的 从实际帮他申请的嘛 助学金两万块钱嘛 陈刘牧热心牵线 深圳狮子会 善为海陆新丰等慈善机构捐赠的两万元 解决了黄俊诚的困境 他对灯二层所有的人 贫困或包括我在内 都是很关心 七年我政府也去世了 他也有帮助过我 我很感恩 成27岁他就来我们这里了 一个这么娘亲的人 天天自在存为 真的很不简单的 很不易的 在扶贫过程中 陈刘牧认识了妻子苏丽婉 2018年9月的一个周末 陈刘牧和当时还是女朋友的苏丽婉 终于踏上了第一次短途旅行 刚到福建没多久 一个新闻传来 台风山竹可能在善为正面登陆 此时已是周六晚上十点 受台风影响 高铁也已停运 陈刘牧自掏腰包1500元 连夜打车跨省600多公里 凌晨六点回到村里 立马和村干部们一起 检查布置 转移村民 作为90后驻村干部 在陈刘牧带领下 东二村由一个矛盾村 问题村 创建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 大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 整合投入资金超过2500万元 村主导产业 船头加海产品 奶油南瓜 稳步发展 2020年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8万元 2019年底 东二村就已经实现了 两个百分之百 贫困村的脱贫退出标准 百分之百的已经达到了 东二村的贫困户 54户175人 已实现百分之百的稳定脱贫 他给我们家带来了 每个月都有低保 一千多块钱 减少了很多负担 一年就都一万多块钱了 现在是比以前过得好 我感觉我都吃胖了 还在吃饭 奶油南瓜 味道甜不甜 甜是甜 甘甜甘甜的 吃到嘴里 软软米米的 可以 平时最多吃多少碗 三四碗 三四碗 哪里也有 没有啊 吹牛 昨天看你收了很多瓜 加起来有没有几千斤 差不多 六千多斤 六千四百十九 地底还有 这里有 加起来 六千三百六十一 就这几个月 就是没赚多少 没赚多少 对对 来去深圳 卖出好价钱 你这个比以前好一点没有 好 好一点啊 锻炼有效果不 没有 有哦 这个大家帮不了你的 只能到这里 对 脚也好 读书也好 不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觉得没进步就停下来了 你把那个阿甘正传找来看一看 阿甘正传 对 吴绵锦就是那个小时候的阿甘 但是他现在还没有阿甘的那种拼搏向上的精神 跟自强自力的这种信念 就陈赛花 我跟他们说 不要太过于依赖政府 自己能解决的 要靠自己来解决 自强自力 出肿起来了 你能脚给我拍一下 我拍一个照片 今年都三条事情 先去把这个脚看一看 看一个日子把房子见一见 南瓜的我都不要帮你们来卖 反正这个保底一块八 亏的肯定不会亏 如果能真的八块钱全部卖出去 就能挣大一笔 明年要来送 明年再看 明年还来送 八月七日 郑俊杰家选了良辰吉日盖新房子 九月八日下午 再见到郑俊杰一家时 新房子烫假完成了 你们惊喜我意外 没想到你们会来 我家盖新房子我很开心 把房子做好就能干净总结 从别人只有五万块 现在正好起码要差四万块 怕没钱啊没钱 还给这些工人 年龄的人都不扔 自己没钱 卖不了环主 那陈国他说不怕你去卖 我相信他啦 我们就大胆卖环主啊 南油南瓜这里收进去就是9700斤 一斤的话就按一块八 好了 总共的金额就是一万七多一点 扣去那个苗跟鱼头四千多 还有个一万三在我这里 在月底之前拿给你 好了 欢迎 现在这个房子还要建到什么时候才能建好 建的话一半 总共有多少平安 下面还有八十平安 上面还有一百三 再干一届 吴建辉在产业上有了更多布局 引入新品辣椒 为三千多亩茶山开建茶叶育苗基地 不用急不用急啊 不要搞翻一个个来 不要全出名啊看清楚啊 文英秀 来来来来来来 打指摩打指摩 17年开始每年发翻两次鸡苗 每一副我们发翻40次 我们现在来买的话是一百块钱一次 贫困货一年的收入呢 也有七八千块钱 好 又来 家里面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 有困难的话不要怕 但是不要喝闷 你不喝酒多开心 你在笑有多好 是吧 田卫妹 你爸不喝酒笑起来讲 在每个平台都有上架销售 7月份和8月份的销售量15,296平 李之强中家多了 心情当然是开心了 我最想感谢就是从刘牧师姐 陈刘牧揽上奸迎难而上 较真碰硬的解决一个个问题 五年来筑村扶贫 他将心紧贴在扇尾东尔村 榨根基层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 在机关单位里 我只是负责某一项业务的 但是来到村里 纷繁复杂的工作 逼得我自己去成长 从单面手变成了一个多面手 明年毕业以后还赌不赌大赚 赌啊 继续赌 扶贫就是有人帮助我们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是提前过上 我们要奋斗几年的那种生活 送钱送药还不如送个好书记过去 我来的时候五十二岁 现在就已经五十七了 一咋样 过去五年了 寄来一次次安是吧 不过全身绝不受病 几十年后当我老了回首往事 我会为自己曾经参与到 中国这一场是所罕见百年难得一役的 伟大的脱贫攻坚进程 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而感到自豪 感到骄傲 二零一九年 廣东全省选派农村党组织第一书记 四千五百二十二名 其中省定贫困村 两千二百七十七名 软弱换散村一千四百一十四名 集体经济薄弱村八百零一名 广大党员干部吃苦耐劳 甘于奉献 我们记录他们 记录下他们汤下的一个一个脚印 留下的一段一段深情